欢迎回来台视五件新闻 中国大陆长江流域连日来洪灾持续不断 湖北、湖南、江西还有安徽等中下游省份 各地都传出了溃体危机 部分城镇全面的撤离居民 长江水位也继续的上涨 有些地方还超过了1998年长江大水的最高水位 在湖北有民众立下了生死牌 誓死跟长江干体共存亡 在湖南还有民众装扮成气功大师 站在洪水前面想要发功退红 身穿橘色套装的男子一边匕首画脚 一边念念有词 站在暴雨中试图发功退红 只见洪水已经淹到眼前 他还在翻滚跳跃滑拳袖绣腿 胜利显然不是很管用 中国长江流域洪水继续淹 严重程度直逼1998年的长江大水 下游省份早成了一片汪洋 但长江干体附近有民众却决定 要正面迎战水患 还立下生死牌 誓死跟大体共存亡 华南水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江西九江段水位超出警戒线三公尺 泼阳湖西岸的永修县12号晚间还发生溃堤 当局紧急撤离两万多人 来不及搬东西了嘛 就人找出来了 衣服都没来着 安徽同龄段水位也超出警戒 政府联盟派出武警和官兵到当地堆沙袋 协助防训 江苏太湖水位也持续上涨 岸边的清水平台和阶梯一半都淹在水中 羊圈现在整个都淹在水里面 水深大概一米深左右 羊圈也难逃洪灾 消防员花了四个小时接力 才把140只羊救出 眼看情势危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表示 现在进入关键时期 当局也决定将防训应急响应升高到二级 卓军编译